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将在8号下午率团访问大陆 此行定调为交流对话 关怀民生 据报道 此次夏立言率团访路 随行人员包括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林祖嘉 国民党智库董事高思博 以及智库资深顾问赵春山等人 预计8号出发 17号返台 然而民进党方面却炒作夏立言此行的败会行程 有所谓政治任务 对于绿营炒作 国民党发言人林嘉兴透过新闻稿回应表示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强调 两岸的交流对话一定要持续进行 国民党秉持这个原则 希望两岸和平 区域安全 同时 这次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为民众做事情解决问题 国民党呼吁民进党 少一点所谓的抹红 多一点祝福 不要阻碍国民党为台湾民众拼好日子的努力 误成两岸交流绊脚石 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总赵曾明宗6号受访表示 我们赞成两岸必须交流 有交流才有互信 才能寻良性方向发展两岸关系 蔡英文也曾经讲过 希望让两岸有秩序的互动 所以夏立言要到大陆访问 基本上已符合蔡英文当初对外的发言 两岸有一点要农冰的味道 这个时候出访大陆没有问题 国民党名代理德维则指出 国民党持续追求两岸和平 针对夏立言访问大陆 比起现在民进党终止两岸对话 对台湾人民有帮助多了 希望夏立言访问可以顺利 把更多台湾人的心声带到大陆 也可以争取两岸和平 不要让这么多台湾人民的血汗钱拿去买武器 这才更有价值 民进党政权他们的含义 认为他们的选票必须要 这个奠基于所谓的抗中反中的基础上 才能够获得政权 这一次民进党眼看着国民党成型 其实不只是国民党要赴大陆访问 有很多的工商团体 也有很多的这个社会团体 也都纷纷的正在组团当中 这个也都表现出两岸交流一个新的气氛 但民进党是妨碍这股气氛的人 他看在眼里面 虽然蔡英文有公开讲过 希望两岸之间能够对话 能够交流 但他自己心知肚明 他们所采取的台独路线 所采取的这种亲媒反中的路线 当然不可能为大陆所接受 所以他只是口头上讲一讲而已 根本没有实质上要去推动两岸的交流 所以这一次国民党 组团往大陆来访问 民进党这种酸言酸语来批评 这里面夹杂着嫉妒的心理 也夹杂着政治利益的冲突 因为他们会认为说 国民党如果把两岸的气氛 越往好的方面去发展 然后可能在目前的状况底下 国民党会得到更多的选票 民进党会失去很多中间选民的支持度 所以会使得民进党在2024年的大选 处于相对不利的 所以他出现这种反弹的声音 其实不必压抑 但是台湾地区老百姓 也根本不太理会民进党 现在对两岸政策讲什么 因为台湾老百姓已经心知肚明 民进党的抗中保台是玩不下去了 民进党挟着亲美的姿态 想要来攻击国民党 或者攻击其他的 不属于民进党阵营的政治势力 已经不再会有相同的效果了